徐教授不理他在說什麼 自顧自地接著說 通過我的觀察 這一群地底人有一個很奇怪的特點 就是兩種力量和超自然的能力不好兼得 而超自然的能力又凌駕在武力之上 那一名一直躲在大仗之中的地底女王 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是繼承了極強的超自然能力 要不然都沒辦法成為這個地底王國的主宰 這位老人家的分析極有說服力 大家都陷陷著頭 想到我們親身經歷的種種 全部都沒有逃離出他的理論範疇 一陣子的沉默過後 三哥就忽然問 就算我們深入了解了這些地底人的家底 但亦都不清楚為何自己會被人抓到來躲住 會經受那些層層地獄般的考驗 紅江之中就忽然安靜了下來 此時此刻的安靜 甚至可以聽到大家的呼吸聲 終於那一把倉佬的聲音又一次響起 對於這件事 我都沒有十分的把握 只不過在種種的跡象表明 他們這些地底人 從地面世界捕走的俘虜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你們想想當時在蒙山腳底 但是我們這一行幾個人 想說找回失蹤的學生前墻 那時候我就遭遇到伏擊 地底人把我壓在地上 膝蓋都擦傷了一大片 一個地底人把我拉在肩膀上 就向著大路的方向不斷摔了 不用多久 就撞上了沒有遠處 在那兒等著的學生小玲和陳鋒 陳鋒的命運就跟我一樣 強行地被地底人帶走 就單單留下了個小玲那個女孩 來到地底世界 除了阿曼小姐之外 我可以看到的 全部都是男性 我想而知 他們一旦去到地面上 主動撤擊俘虜的對象 首先一定是男人 舅父就接著這樣說 沒錯 當時失了你們的行蹤 我們一直狂追不止 一直去到礦區的大門 那書留守的失蹤礦工家屬 告訴我們當地 流傳了幾百年的傳說 除了惡鬼食人以外 全部都提到這種夜行惡鬼 只是觸男人的奇特現象 講完之後 就將他聽回來的傳說典故 和那幫人 祖先親力的事情 簡單地蓋述了一番 我猶豫了一下 也都講出了心裡面的疑惑了 啊 那當時不是還有個江頭仔 和那兩個大學生 蹲在一起的嗎 難道因為年紀太小 地底人就放過了他 徐教授就否定著說 我認為呢 就不是這樣的原因了 當時阿錢強失蹤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都在現場的 但是也沒有看見他 被人捉了他 小曼的眼神就閃瞇著了 嗯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為江頭 那個年輕人的頭殼 被人刮到粒粒的 一眼看下去 就像那個鬼異的紫色月光 而那天的地底人呢 就將這件事 當是圖騰和神明 來敬仰勃拜的嘛 自然就會落毒手了 我們全部都閃著頭 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是極大 怎知小曼 講完說話很久了 摁缸之中 再也沒有出聲 那位老人家 似乎在整整地 想著些什麼 過了一會兒 才傳來了一聲長壇 唉 我之前為什麼沒有想到 這一樣呢 加下心裡很多疑問 都已經被他揭開了 你們想想看 在我和陳鋒被人擄走的那晚 和前一天晚上 學生前強被人捉走的時候 我們處在怎樣的環境裡 你們再想想看 那些當地人 所謂的惡鬼食人傳說 是不是都提到了 同樣的一件事呢 我們想了一會兒 就已經有人驚呼起來了 哦 月光 是月光啊 舅舅斬釘截鐵地說 在我們身邊發生的這件事 唯有的月光是共同的特點 從李凱玲的礦區 失蹤的大量工人 到張家村來到龍忍寺上香的二九 再去到徐教授和學生 接連被人擄走 這套期間僅僅是幾日之內的事 而這幾日 無一不是月亮最明亮的時候 那個月光不可思議這麼光亮 看上去 好像伸起一隻手 就可以拔到下來 木蘭地就呆一呆頭地說 是啊 過點的流傳在當地的奇談傳說 也都提到每次時間發生的時候 確實都是在幾乎滿月的月夜裡面發生的 好久都未曾說過夜的信仁師傅 忽然間也插到嘴話了 我在很久之前 被人拉到來這個地底世界 也是類似的一個晚刻 唉 不過太久時間了 我差不多都不記得了 徐教授就大聲地說 可以肯定了 你伴的地底人 在月夜行空 一定是在月光鼎盛的時候 少曼姑娘就忽然間問了 但是還有一點沒辦法解釋的 月光每月都會有陰情圓缺的一個週期 地底人出現的時間 就不是隨時都會發生的 尤其是在那些關於惡鬼的傳說裡面 往往都是十幾年 或者是幾十年才發生一次 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件事 當日我們爬上去蒙山群峰當中 一座不起眼的峭壁 我聽到了岩石當中 發出來的時斷時軸的 惹惹聲響 那些聲音柔軟及近 月光在魂裡面露出來的時候 那些聲音就變得疾速地傳過來 月光一旦忍生在魂裡面 那些聲響就消聲一聲 想起這樣的現象 我一個離奇的念頭就由此而生 我插了一句嘴話 你們說會不會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到底我當時是發現了什麼一種情況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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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說到大家在分析著 這個地底人想回去地面活動的那個頻率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當日我們爬上去的蒙山群峰之中 一座不起眼的峭壁上面 我聽到岩石當中 出現了時斷時軸的惟惹的聲響 那種聲音柔軟及近 月光在魂裡面露出來的時候 那些聲就變得疾速地傳過來 那月光一旦忍生在魂裡面 那些聲響就消聲匿跡 於是乎 一個離奇的念頭 就由此而生了 我就插了一句咀話了 會不會是有這樣一種情況 這般地底人 是靠著月光的能量 才可以在地面世界行動的 如果不是的話 也不可能在月亮隱形之後 就沒有了動靜的呢 徐教授又是想了一陣 尋聲地說 你這樣說呢 都很有可能的 這點的地底人 既然是依靠地底的紫色月亮 獲得神秘的能力 以及有著百月的傳統 那就一定是選擇 和那個紫色月亮相近似的環境下 才在地面世界出現的 而照耀夜空的我們人類世界的月光 也同樣給了他們提供某種力量 講完這位老人家 又開始藍藍自語起身 過了一陣 他就接著這樣說 沒錯了 月亮的圓區 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 但是天體的運轉 還有著可以進循的地力 我記得每隔一些年份 處於地球引力軌道當中的月球 就會有一個 靠近地面最大的風值 地底人一定是選擇 這樣的時刻 才集中出動的 這種匪夷所思的解釋 令到眾人又是一陣沉默 小曼忽然間就問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地底人可以來到地面的機會 那就少之又少了 去不去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去做其他更加有意義的事 而是冒著被外人發現的危險 廢盡周折地 只是捉回幾個男人 這樣的話 有點不太合理 舅舅就說 合不合理 就要看他們捉人的目的 徐教授 對於這個最為重要的一點 我想聽下你的意見 徐教授的聲音忽然間驚慌起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他們到底想做甚麼 看見這位老人家出現這樣的變化 我們趕快就出聲去安慰一下他 好讓他把心裡的疑話說出來 但他就答非所問 斷斷續續地說 是你一說 我已經了解到地底人 和人類曾經有過交集的歷史碎片 但將這些碎片拼湊出來的結果 全部都是傷害和血淚 這個地底人的女王 似乎很體重歷史詞色 因為這樣 我才有了得天獨厚的機會 真正入道了這個神秘種族的世界當中 我看到了古時候 就流傳下來的歷史碎片 有圖章 有文字 有無數人類智慧的結晶 這個地底世界 曾經和人類是和平相處過的 和原先居住在地面上面的人 也都派了大量的人手 幫助這些蒙味的地底人 建造了這樣一座 足以震驚世界的食之角度 還有美良美患的宮殿 但這個看下去和諧的一切 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 突然間就終結了 已經生活在地底一段時間的那些工匠 和其他居民被他們無情地屠殺 整個地底皇國變成了一片血的海洋 而那些前人的屍骨 都不知道被他們施了什麼鬼怪法術 雖然變得微難無比 但有千年不漏 一直全放在一大迷宮當中 圓吊起身 以示這一段的歷史 於是 曾經的朋友變成了敵人 地底人從此封鎖了一切可能的通道 就像這個古老的種族 千萬年經歷過的那樣 從新跪於封閉的世界裏面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很生氣外面的人類 堅決不允許人類 又一次踏入他們的土地半補 聽道理說 信仁師傅忽然感慨地說 我彌陀佛 彌陀佛的地底人 真是狂妄得可疑 用我們人類古代技術 住住我們人類 幫助修建的宮殿府邸 還要將人類講盡殺絕嗎 這樣的仇恨 這樣的殺陸之心 要怎樣才可以化解呢 化解? 凤崗裏面的徐教授 卡卡聲地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 這樣的種族仇恨 是可以化解得到的嗎? 即使是人類社會 在不同的國家之間 這種事 也是永遠不可能調和的矛盾 你們知不知道 我為何要在這樣的膀胱裏面 我不是什麼街下囚徒 我是這個女王尊貴的客人 不是誰都可以把我放在裡面 而是我自願請求的 我們就不禁啞言 啊?你自己啊? 徐教授連把聲都浸了 這樣說了 沒錯啊 只是我自己啊 自願的 選擇了這樣的生存方式 你們知道 我留在他們女王身邊的時候 見到每一個地底人 都想把我山灘活摸 我只不過主動要求滑地為路 這樣才可以明知補身 小曼忽然間就問 哎呀 既然你說那個女王很器重你 而你有時刻處於危險當中 為何不找回個機會趁機暑走呢 按照你的說法 你有很大的活動自由 應該不是很難得身至對的 徐教授忽然間就暴跳如雷起身 就連床身的膀胱都差點在一面 不停地躺下 我...我為何要滴啊? 我為何要脫身呢? 我在這裡 高興到不得了啊 你們知道嗎? 或者人類歷史上面 最偉大的發現 就是在我手裡單身的了 這個是我一生之中 唯一能夠名留史冊的機會 是我徐步生的成就 是我的成果來啊 這個時候的這名老人 似乎就已經去到接近瘋狂的邊緣 等到她的狂笑聲慢慢歸於平靜的時候 我就依然忍不住問了她一個問題 徐教授啊 按照你的說法 這點的地底人應該和我們人類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他們在激壓我們的時候 在強迫我們做事的時候 和在等我們經歷那些生死考驗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想著傷害我們的命仔的意思 甚至在大多數時候 他們一直顧及著我們的安危 舅父也都接著這樣說 呃 外山講得沒錯啊 尤其是我們幾個人 經歷過國鬥場的事 在紫色月亮那樹 重新被那些藍甲武士地捉住 重新做回個囚犯 在回到宮殿的路上面 幾乎所有的百姓都對我們 佈以一種很欽沛的目光的 我們甚至可以看得出 那種是很令人廢解和崇高的敬意來的 這個和徐教授你剛才的說法 簡直是南緣不切 沒辦法解釋的嘛 徐教授又是發出了一陣淒厲的狂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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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不廢解 我很好理解的 那般的地底人 看著我徐步生的時候 眼神之中 是一個沒鬼用的老骨頭 而看著你們幾位的時候 就已經把你們當成了 是他們重足之中的一員了 這位老人家 淒厲的笑聲 令眾人不寒而律 下意識地向後退一退 離開這個這樣的暗光 舅父在旁邊小聲地說 徐教授啊 聽你說話之中的意思 你是知道為什麼的 徐教授就好像在那裡回答 又好像在那裡自言自語地說 答案啊 答案啊 答案 這個活該的答案 很快所有人都會知道 我又為什麼要加一下就把它揭開呢 你們這些這麼勇敢的人 是真正的勇士 或者注定應該留在這裡的了 話還沒說完 按摩之中 又變成阿卓無聲 我們真是想不到 阿徐教授說話之中的意思 不斷地敲擊著那個暗光 想著再跟他溝通一下 但是這位老人家 再都沒有出一句聲 我側上一隻耳來聽 裡面隱隱約約 傳來了阿徐教授 在哭的一把聲 似乎這個徐教授 正是因為壓抑不到的情緒 在那裡掩著口來哭 很顯然 他不會再回應我們了 如果他願意的話 一定會說出更多有用的訊息給我們聽 小曼姑娘冷冷地看著我們 在那裡熬著那個暗光 始終都是做無用功把 有些不褻地說 哼 我們的命運 還不至於任人擺佈的狀態 半姑娘反而要看一看 會有怎樣的結局等著我們 說完 他就慢地一用力 反綁著後輩的承梢 就已經被他強行地爭脫開了 舅舅就小聲地喝了 慢小姐厲害 他已經把魚長劍收起來了 小曼也沒有再說話 接二連三地幫我們也鬆綁 我們不可能永遠在這個高牆當中 做一輩子的奴隸 地底人一定會對我們採取什麼行動 但是只要鬆開手腳 等於我們的主動性 就自己壓在自己的手裡 信仁師傅也卡卡聲地一笑 活動了下個手腕 沒錯 我們趁著這個機會 將那些承梢重新綁一綁 只要留一個生裂 這樣的話 一旦出現合適的機會 我們就可以自行爭脫的肝了 大家相互望了望 心照不酸 對於這個計劃都表示了認同 到底這幫地底人 將我們捉過來之後 又會以一種什麼方式來對待我們呢? 我們又會再經歷什麼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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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為港道 大家將自己的承梢全部解掉 之後又再綁回去 只不過就留回了個活力 打算找回一個合適的機會 就自己可以爭脫走掉 大家相互地對望一下 心照不酸 對這個計劃都表示認同 小曼似乎想起了什麼 看了我一眼 將個魚長劍遞到我手裡 張小天 這把劍已經幫了我很多次了 但畢竟是你舅父的東西 我就算再怎麼說 都不會強行拿人家的東西 你幫我還回給阿唐伴先 我先是牛了一下 看了舅父一眼 發現舅父也都向著我這邊看了過來 眼神之中 隱隱流露出一些期待 我抹了抹頭 將這一柄銀色的小劍 又重新遞給她 還是曼小姐你留著防身 你只有你是女生 而且你一直都在幫大家 小曼有點意外 但立刻毫不猶豫地 把這東西抽了回去 哼 這樣也好 不是我考取豪奪 但事先說好 真是去到生死時刻 我亦都只能夠保住自己 到時候誰都不好有怨言 大家都是明美一笑 本來就是狗死一生的事 誰又會在以這樣的小節呢 在木蘭迪和舅父的幫助下 我們全部把對手在後背那裡同身綁回住 但都在一個繩頭位置留了一個生意 把繩頭握住在掌心裡面 人憑那些地底人火眼金正 也看不出什麼來的了 我看了看靜靜動著在那樹的高大岸崗 這時就產生了一些猶豫了 你們說了 我們用個魚長劍打穿起這樣的罐 救回徐教授出來呢 大家全部都沒有出聲 木蘭迪最後就說了 唉 算吧 人各有之 哪個都強求不到的 你這位老人家 覺得蹲在裡面是適合去的 那就由得去去囉 聽到他這樣說 舅父的神識就有點動容了 情緒波動得很厲害 但是很快就又恢復回來 我還未來得及 私底下問一問舅父原因 院長外面就忽然間響起了沉重 而有齊整的腳步聲 大家紛紛都在那裡暗暗說好彩 好彩剛才差緊時間 將個繩子及時打好 院長上面的石門 嗡嗡聲這樣響 影入大家眼簾的 就是十幾名全副武裝的尺甲武士 奇怪的是 這一回見到他們 身上的紅色印記 依然好像以前那樣 但戰甲呢 就換成了輕柔的材質 如果用我們的眼光來看 之前這幫武士戰鬥時穿著的 如果算是武將的衣服的話 現在穿著的 就應該對應著的文官服裝 那種衣物的樣式造型 居然有點眼熟 不知道在哪兒 見過類似的款式呢 而且套在他們身上 顯得有些慢慢緊 樣子顯得還有些滑梯 小曼就忍不住 一聲笑了出聲 看著他們的樣子 似乎根本就沒有把這些武士 放在眼裡 這時這一刻 這幫武士 就完全沒有說 因為殺過他們的同伴 而對我們產生一絲絲的恨言 剛剛相反 他們又不吵又不叫 舉止還很客氣 很客氣地 用著一些邀請的動作 示意我們一幫人 跟著他們離開這樹 填進的方向 是向著宮殿正宗的位置的大點 我心裡面就在想 難道是帶我們重新去見 那位所謂的統治者 這個地底世界的女王 沒過多久 這個問題就有了答案 這幫武士就勢拐了個彎 沒有直接走進去大點 而是將我們帶到大點後方的一處偏殿 這一座偏殿 除了只有一層空間以外 其他的布置格局 跟那個大點都格外這麼相似 造型很大起 金壁輝煌 整體圍牆就雕龍滑風 各式各樣的浮雕 唯妙唯超 小曼姑娘對眼就很厲害 咦? 這樣一聲 跟著就用個眼神來試衣 這座偏殿的天空上面 漂浮著一層 若隱若現的水晶起 此情此境 大家心裡面都很疑惑 剛剛來到這個地底世界的時候 每個人都被人被迫去完成做打鐵佬的工作 才可以換回一些吃得的東西 這樣樣的經歷 應該不是一時半刻可以忘記得到的 那些好像作坊一樣的小小石屋仔 裡面就五臟俱全 從加熱度到脆火 所有的工序全部包含在裡面 而那點的石屋裡面 漂浮著的就是好像這些 永遠散不開的龍蟲水器 這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來到莊嚴宿木的皇宮禁地了 也都要安排 要我們做了這麼類似的苦力嗎? 隨著我們這一行人的挨緊 這座偏殿的長圓形大門就動開了 裡面同樣都是一副魂無遼繞的樣子 那個大門裡面有些什麼 我們一時都分辨不清 信仁師傅就不管這些 搶先一捕 抹開對腳就向著裡面走過去 深入到偏殿的軟落當中 忽然間他就鎖開棚牙笑了笑 另轉身對著我們說 各位啊 這件事真的有些意思啊 我這個信仁和尚 今天算是開了眼界了 這道鬼影都沒有達的地下宮殿裡面 竟然有個這麼大的湯匙 我也不明白 這些醜八怪是不是轉了性呢? 果然安排我們去浸浴 也就是說等我們洗乾淨了之後再湯我們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都大為驚豔 不知道這個信仁師傅是不是被人氣到要開玩笑 誰知道信仁剛剛一靈翻轉頭去 就輕輕护低身 想直接撲進去那片水墓的深處 他的旁邊立刻閃現了兩名武士的身影 一左一右就攔住了若若玉士的身影 信仁師傅就大喝一聲 咦 怎麼了? 既然是讓我享受一下的 還要找些什麼花神啊? 那兩名武士也不生氣 而是不聲不響地按住他的頸 跟著著就把他身後的繩縮解開了 信仁又嘎嘎聲地大笑了起來 透過那些龍蜜的水器 我們見到那兩名武士竟然幫他寬衣解帶 將他身上那些爛布臭成的衣 全部拆掉了 這樣才向後退一步 任由他向著水墓的深處走過去 轉眼間 信仁師傅的高大的身影 就隱沒在水墓之間 我們面面相取 這樣也太過尷尬了 意思就是脫衣服讓我們去浸獄 但在武士地的指示下 要求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於是乎一個接著一個 所有人身上都脫得乾乾淨淨 繼續向前面走過去 發現果然好像信仁師傅所說 有一座四四方方的水池 那些離漫出來的水器就是來自這兒 水池的面積都幾闊下的 一眼都看不到頭 在水池的另外一邊 似乎還有幾個分離出去的小型水池 隱藏在水墓當中 看上去 竟然跟那種郊區的溫泉 差不多這樣的報紙 我們全身浸在水池裡面以後 發現那些水剛剛去到深口 而溫度呢 就剛剛可以令人覺得很舒適的程度 這時 身後邊沒有遠處就傳來了一聲 嚴厲的呼嚇聲 哼 半姑娘自己來動手 不用你們搞啊 說話的 就是我們中間唯一的女仔 小曼姑娘 隔著十幾丈闊朦朦朦的水池 一個凹凸有字的驅體 好像一條靈巧的魚仔一樣 潑空一聲就鑽入了溫熱的池水當中 間接著就消失不見了 說句實話 我們這一幫人 在地底世界就已經生存了很多人 一直以來 過著食不果福衣不蔽體 慘糟老益 和肉血逃亡的生活 從哪有心思去你一你身上的皮肉 是不是需要洗一洗呢 而現在這個時刻 讓我們真正入到這樣的溫水池塘裡面 這樣才有回一種重新去做人的感覺 一直以來的疲勞和傷痛 現在是一掃而過 就連很多已經不記得了身體上的感覺 也都重新恢復過來 這個水池的水面又闊又大 即使我們每個人佔它一塊很大的面積 也都不會相互影響 但是待我們把身體洗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主動地相互捱在一起 舅父慢慢地在水裡移動著 而且小聲地問 南迪啊 你看不看到有沒有事和我們一起下水 有沒有貼身地監視著我們 誰看得到啊 我們全部都表示沒有這樣的遭遇 舅父就開始出現了一些擔憂的情緒 信仁師父對的說話 其實是有些道理的 這個令人神經放鬆的熱水量 可能是來者不善啊 我突然想到了一個曾經經歷過的細節 大家在紫色月光那樹被人俘虜的時候 那些南甲武士射了大家的海甲 但是單單獨獨 看到我裡面是赤裸上身以後 就保留了一個藤甲在我身上 跟著我們就看到儀式之中的女王 或者這件事我們想得那麼嚴重呢 說不說我們就來要見那位女王呢 這位女王既然是統治者 顯然就不會讓那些外人 竊渡自己的權威的嘛 我們作為囚犯也好 或者其他什麼都好 怎麼都要洗得乾乾淨淨 才可以見得人的啊 大家聽完都不斷說頭 認為我都說得有些道理 心情暫時就放鬆了一下 那到底你一般的地底人 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是不是真的就要我們去見他們那位女王 才讓我們洗得那麼乾淨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八九十二集 十回講到我們大家整班人 就被人帶到去一個草堂裡面 沖起糧來了 洗了一會兒 大家很自然就因為這件事太過詭異了 就聚在一起討論起來了 我就發表著意見 說很可能是女王想要見一下我們 那皇宮裡面 也都有皇宮裡面的禮儀規矩 沒理由等一班髒骯髒的人 去見人家女王的嘛 所以就要我們洗得乾乾淨淨先咯 大家聽過之後 都含著頭 認為我說得都有道理 於是乎 心情就暫時放鬆了一下 這時木南地就忽然間說 蛤 蠻小姐一個人 捐到去哪兒呢 我下意識地用個視線 去周圍去找 發現邪後方的水墓當中 露出了半字秒條的身影 但是跟著著大家又覺得很不妥 不竟男女有別 這個時候叫一個女孩子 一齊過來裸療 那實在有些說不出口 那時那個露出了水面的秒條身影 似乎知道有人向她這邊看過去 一個閃身 墊起了水花片片 很快就消失在這麼為濃稠的水氣當中 忽然之間 就在截然相反的方向 傳來了一聲驚呼 哎呀,你們想做什麼 不要靠過來 如果有適合我的衣服 我自己穿上去就行了 我們深入邊就一怕 轉而就向著那邊看過去 只見水池的一個就風雲旁邊 三道身影同時出現 中間那一道玲瓏的身影 急切之間想說閃身躲避的 看來很顯然就是我們的同伴小曼姑娘 而另外兩道身影就好像憑空而身 緊追著她不放 忽然之間 一道頗為疑惑的聲響就傳了過來 哎呀,你們,你們都是女的 講完 那三道身影就在一起 透過朦朧的水氣 那兩個人在幫小曼姑娘重新穿上衣 不用一會 衣服整齊的小曼姑娘就在水池的邊緣 慢慢地走出來 已經穿上了一件幾合身下的長衣 我們深入邊就更加驚訝了 如果剛才發出驚呼聲的是小曼姑娘本人 先前見到的苗條身影又會是誰呢? 難道說另外有一個女人跟我們在這裡共浴? 周圍忽然間就響起了漣漪聲聲 十幾道身影將我們圍了起來 大家心裡面也都一陣緊張 但等到這些身影捱過來的時候 我們的心才定了下來 一些樣子很古怪的地底人 手裡面高舉著整套的三副鞋襪 慢慢地靠近過來 看上去就一點惡意都沒有 這一群人不像沒事 而他們的上身又用個輕甲圍起來 看起來確實應該是女性的地底人 我們也都不客氣了 在他們的幫助下 全部都走上去池邊 把衣服和布香就穿起來了 走出了這片的水池之後 我們相互看一看 居然每個人都顯得神彩奕奕 加上穿了一套長衫 但有古時候才子佳人的樣子 向著小曼姑娘站著的方向看過去 這個時候她雖然穿著古裝 闊大的衣服把她玲瓏有志的身體完全遮住了 但經過這個熱水的清洗 她的臉色就紅粉花飛 濕潤的法師也都輕輕擺動著 加上她那個政治的五官比例 目光流轉氣質非反 更添苦味和靚麗了 我們六個人重新集合在一起 就是等那些把我們帶過來的武士地怎麼發落 怎麼知道等了很久 沒有人過來 就連剛才幫我們換衣服的那幫女性地底人 也都沒有了蹤影了 我們越是等就越是覺得奇怪 不單單這樣 大家都發現水氣瀰漫的程度 似乎越來越劇烈了 而且在水池的四面八方 傳來了繼續冒起水泡的聲響 池裡面好像在暗流湧動似 舅父就叫了聲 糟了,我們中了埋伏了 衝去了 我們一起三步並成兩步地來到這個編殿的門口 但是只見大門緊鎖 根本沒有辦法靠人力去開啟 眼見大門已經沒有辦法打開了 大家立刻就拉開個陣營 環顧著四周 希望可以抵禦未知的危險 但是儘管氣氛就已經緊張到極致了 那一班我們猜想當中的空殘武士 就始終沒有出現到 我們現在可以感受到的 就唯有不斷加劇的水墓 還有那些氣泡 翻動越來越劇烈的巨大水潮 木蘭地就小聲地說 蛤,是甚麼情況呢? 我們的地底人都去哪兒了? 舅父努力地拼了下頭 用力地斬斬對眼 唉,能見度越來越低了 就算有敵人過來,恐怕我們也看不到了 小曼姑娘就按起鼻子 不斷地觀察四周圍的異象 大聲地驚呼了起身 池裡面的熱水,在這裡移下去 哼,這一陣好像是迷香來 隨著水氣不斷散發開來 無色而且無味 只要吸入一定的體量 會令到人沒有力 快點掩住口鼻吧 等到她這樣提醒大家的時候 似乎就已經為時已晚了 舅父下意識地向著胸口那裡吞了過去 果樹還哪有她常備著的藥瓶身影 更加不要說那些十分有用的驚風散 我們全部都已經深陷了這樣的危機當中 身上的力氣在說話之間 就已經好像消失了一半 伴隨著那些翻滾著的氣泡 整個池底就露出了她本來的面目 水池下面密佈著中環交錯的排水通道 而這些通道,全部都是順著同一個方向在延展著 包圍著那幾隻單獨分開的小型水池 又過了一會兒 直到整個水池的水都已經放了 那幾隻水池仔 還依然輕盈蕩漾著 門載著清水,正氣揚言 我在脫力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眼都花了 看不清四周圍的具體事物 只是覺得眼前好像突然間出現了人影彤彤的景象 整班人飄然而止 這點的人影仿動的時候 還伴隨著時遠時近傳來猶言而有深沉的長吟聲 長吟聲每次清晰響起 就好像直擊我們的肺腑一樣 令到我們痛不欲生 但痛楚過後 這些長吟聲又可以幫我們療傷 令到我們四肢八孩解除了一切的防備 全身的毛孔都好像在迎接著這一陣子的聲波迴檔 一直到舒緩無比,痛苦全無的境界 而在下一個瞬間 尖銳的長吟聲又變得此起彼伏 音調時高時低,我們跟著這些聲響 一會兒就覺得劇痛無比 一會兒又好像快樂非常 但到最後,身心都不能由自己 向著完全失控的方向在那行進著 我的視線變得更加模糊了 視野當中的一切都變成顆粒化,抽象化 好像有無數的星星在身邊升起 不用一會兒,又變成在我身邊 仍然看著我的眼球 那些這樣的眼球,有些慢慢變大 將我自己驚恐的神態都倒影在裡面 有的呢,就好像變成血盆帶口 在那吞噬著其他一些小一點的眼球 而且在半空之中,向我們襲擊過來 好像要將我一口都吞在肚子裡 一時之間,眼前變似真似幻 就算閉上眼,恐怖的情境似乎都沒有消失 我覺得自己一直都瘋狂地尖叫著 但尖叫過後,喉嚨竟然一點都察覺不到疼痛 似乎喉嚨果樹的肌肉血脈都已經完全死了過去 這些不知道是幻想還是真實情景的畫面 一直在我腦海之中融繞盤旋轉 到最後,所有抽象事物的輪廣 交織成一張離天的大網 鋪天蓋地地不斷襲擊過來 將我死死地困在靜中間,越前越緊 很靜,很久很久的安靜 沉淪,很壓抑的沉淪 時間凝固,而又開始融化 意識散碎了之後,又在回朝回來 忽然之間,我重新有了意識 現在的我,是,是變樹呢? 為何感覺四周圍的一切,變得這麼嚴熱,滾燙呢? 觸覺,觸覺是最先覺醒的 我感覺到有水流在那裡撫摸著我的身體 對了,我意識到自己這個時候一定是在那個小巧的水池當中 那些熱水在那裡浸著我自己的身 但這樹的水,為何這麼滾熱辣呢? 好像還在那裡不斷地升溫 將我的身體都跟著燃燒起來 這時的我,十分渴望冰涼的觸感 或者說,需要有人幫我體內的慾望去降一降溫 剛剛想到這時候,那個冰涼感就不其而知 不知道是誰的手,很輕柔地滑過了我的脊背 又不知道是誰的長頭髮撩過我的耳朵 唉,簡直令到我心養難耐 那種絲滑的質感,過一張如玉的手掌 游走在我身體的每個部位 我的心裡,好像出現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是誰,是誰喊在我身邊? 我努力地,很用力地想說擦開眼 但發現四周圍依然霧氣無暈 只是看到一道線影,好像水蛇一樣 死死地纏繞著我 這一句同體,除了冰涼刺骨以外 居然身上是一絲不掛的 變得很豐滿,圓潤,收場 而又充滿著誘惑 似乎可以滿足男人的一切想像之中 期待被滿足的慾望 我是一個成年的男人 我也不是什麼謙謙君子 更加不是什麼純情處男 而且我已經很久沒碰過女人了 在這樣的情境下,我的慾望是什麼? 我的身體需要的是什麼? 我需要騙誰呢? 還要繼續偽裝成一個君子嗎? 騙我自己嗎? 我不需要了,我只需要 於是,我將手伸向了那一具驅體 也將身體奮力地向著她,不斷地捱近過去 我已經沒有意識了 沒有任何主觀的意識 只是憑借著本能的慾望 想和她水乳交易,想進一步 心裡,忽然間有一件事在想著 身邊的既是一個魔鬼 又是一個像女神那樣的女人 究竟是誰呢? 這具驅體到底是誰? 而我,又是誰呢? 我為什麼會處於這樣的場景呢? 就在我將身軀全力押過去的那一撒冷 電光火石那樣,回憶起這一段時間以來 經歷的點點滴滴 是啊,我依然身處在這個神秘恐怖的地底世界 還未曾可以脫身 我現在還是他們的奴隸 而我的同伴當中,唯有那個神秘的萬珠沙華 沒錯,只是她才擁有女人絕妙的同體 我眼前這具極誘惑的身軀 不會是她吧? 怎麼會是她呢? 不是吧?所以我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只是平水相逢的同伴 我不可以這樣做的 於是,我就將那個噴隆而出的慾望 堅散地壓抑了下去 而眼前的這具身軀 被我攬進去胸口裡的時候 就已經由冰涼慢慢變得滾燙起來 而我就鬆開了緊握的雙手 還有緊繃著的神經和肌肉 令到全身都冷卻下來 於是,一切還未開始 就平靜地結束了 那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眼前面的這個人 是不是就是小曼姑娘?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193集 上回說到 我們整班人在這樣的洗澡的水池邊 就似乎中了迷煙 當我整個人慢慢恢復意識的時候 發現身邊多了一個赤裸的女子 現在就忍得我很痛苦 因為慾望都沒有完全釋放 但心裡就已經很平靜 因為我戰勝了這個邪惡的慾望 身邊溫熱的水面似乎都失去了重力的支持 好像搖搖欲咀 好像一連串的珍珠 在我皮膚上面不斷滲了下去 那一具滾燙的軀體 在我胸口裡面不停地轉換著體位角度 似乎想撩撥著我的內心世界 我好殘忍地對待自己 馬上瞎了眼睛 將它慢慢地 一點一點地在我赤裸的身體上面 不斷推開了它 那一具熱辣辣的搖搖同體 在糾纏很久之後 終於就離開了我可以摸得到的範圍 我整個世界 重新又開始天旋地轉 好像四周圍的空間 開始慢慢地緊縮著 向著我胸口不斷地擠壓過來 那些圍繞在我身邊的一池的熱水 這個時候就變成冰涼刺骨 想把我骨頭拉都要凍成冰 在混沌的意識當中 其實很難承認 但這一種冰冷感 是我這個凡夫肉體 很難抵抗 我唯有死死地 把兩隻手不斷握在一起 希望可以保存緊緊的一點的溫度 柔軟的沉淫聲又一次響起 似乎是要把潛藏在我身體裡的另外一個靈魂 喊醒去的 我嘗試著把身體重新掌控起來 令到那些力量一點點回歸到原來的位置 但是這一板的長吟聲 似乎就不願意我真正地騷醒過 不斷地撞擊著我的神經的深處 我現在意識到 如果不可以戰勝這一板的長吟聲 等待我的結局 或者就是永遠的場面都像 於是我用盡全力 奮力地爭奪著身體的控制權 這樣就好像黑夜之中 擦亮了一串微弱的火花 一切的冷熱苦痛就好像煙燒雲散 我突然睜開眼 就好像自己的眼從來都沒閉起來 下一刻我努力地感受著四周圍 可以確定 我身體現在就在這裡平躺著 這是一處絕對封閉的空間 我的手手腳腳現在還是麻木的狀態 但是整個後背和胸腹之間 觸覺就已經完全恢復了 稍微轉一轉個頭 發現我被人困在一個寬闊的高台上面 身上濕滴滴的 還有未曾乾透的水積 胸口那處還涼針針 蹲下下巴看著一眼 發現上身就穿著一件很奇怪的衣服 罩在身上幾乎都感覺不到他的重量 但是這時這刻就已經濕了水 加上被那頂的皮繩死死地摘在石板上面 這樣才顯現出他特殊的地方 長衣的正面依次平衡地撕開了六條縫 而正中間就有一道垂直的紋腦 正是這些突然間裂開的缺口 才令到我空腹之間感覺到絲絲的良意 我心裏面就忽然間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自己一定不會平白無故地變成這樣 那是誰把自己綁在這個石台上面 順著記憶的紋腦輕輕地疏離下去 無奈之前那種似真似幻的情景 又一次浮現出來 那個變幻虛無的背景 那個和我前面匪測的有人同體 當這一切結束之後 我就出現在這處 我想說大喊一聲 但這一次竟然輕易地令到喉嚨發出聲響 一時之間就很難適應 我清了清一把聲 盡量令到聲音壓到最低地說 有沒有人啊? 舅父,三哥 一絲很難察覺的迴響 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面輕輕地激蕩著 我的呼喚聲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樣 沒有得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回應 我突然間意識到了 這裏四周圍沒有任何的生命跡象 就得我自己唯一一個 還懂得在這裏呼氣的小朋友 睡在石台上面 被人死死地綁著 身上的衣服還被人脫開了 這個時候的我 不是始終是一塊在砧板上任人剃的肉嗎? 留在這裏就唯有在這裏等了 而等下去的結果 沒有任何樂觀的可能了 對了,我一定要想辦法 扔出去這樣才對的 我一直搖身 想說在緊緊壓著全身的那些皮繩之中 逼出一點的縫隙出來 但是因為勒得太緊 根本沒有辦法發力 全身各個部位都想著一起發力 幫下個身進行擺動它 忽然間就有了新的發現 我右手的位置似乎沒有被人完全綁緊的 這樣樣的發現令到我又驚又喜 趕快就活動著手腕 把手掌在那個卡口位置振脫開來 一旦右手可以脫出來 我小半個身就可以自由地活動 跟著就可以利用右手的力量 解開其他部位的枷鎖 我一邊迅速地摸著 一邊熟悉著這點皮繩的綁扎方法 發現我躺著的這塊石板下面 另外有一個岩石的基礎 而基礎下面是中空的 這條的石板兩側 各有一排均勻規則的洞 那些皮繩就在這樹對穿而出 在石板的正下方綁了一點的繩裂 我嘗試著把手掌在那些細細的洞裡塞進去 但只不過僅僅可以容納我三隻手指 想說整個手掌探進去 這是不可能 稍微想了一下 我變了一種方式 嘗試著用手掌的力量 將那個藏在石板底下的繩裂 向外面不斷拉出來 由於整條皮繩是死死地綁在我身上 單單通過手指和手腕的力量 很難將它移動為止 經過我不斷地用力 最靠近胸口的一條皮繩 就有向外面煽動的跡象 我不敢遲疑 慢慢扭動著身 令到那些皮繩再鬆一點點 趁著這個時機就一鼓作氣 那個纏繞的繩裂一下就頂到去圓洞上面 我用兩隻手指把這個繩裂畫出來 幸好我一下子就摸出了這個繩裂 用的是十字花的打裂手法 雖然綁得很實正 但只要連續地把勒緊的地方扯開兩次 這個繩裂就會完全打開 幸好現在我的手指甲都已經不短了 很順利地解開了這個繩裂 這一下我條頸和前胸都可以順利地動起來 於是乎我愚法炮製 不用十分鐘的功夫就已經把我上半身 全部解放開來 等到我將自己的左手在皮繩下面脫了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很難抑制著自己的興奮情緒 用最快的速度幫自己兩對腳都解綁先 接著就幾乎用滾出去的姿勢 我一下子就在石板上面滑了下來 輕輕巧巧地站在地面上面 摔下來的這一刻 我就慢地吸了一口氣了 因為我看到這個石板下面 那個岩石基礎上面 幾乎每一個這樣的溝槽納裂裏 都是遍佈著江夫可報的血跡 心裏面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假設 如果我不想辦法摔耿的話 可能下一次利點的納粒當中 就會加上自己的血上去 想到這時候 心裏面的信念就更加堅決了 我在石板下面抽了一條皮繩出來 將身上的長衫貼身地綁一綁緊 一個閃身幾乎貼著地面 就開始觀察著四周圍的環境 那時在沒有遠處透出來的 是微弱的淫重聲 那裡好像有一道石門 輪廓那區幾乎都是密封住的 我沿著這些淫唱聲的方向 挨緊過去 腳底下面也不敢發出一點點的聲響 到最後 終於來到這處石門的附近了 這道石門似乎是很重下的 及到死死實實 那些淫唱聲 就是在這個幾乎密閉的門檻當中傳了過來 我這時 雖然就不用再被人綁在石板上面 但其他人還是生死未卜 那些血跡降伏的石台 令到我有一種非常之不祥的語感 這一種淫唱聲 似乎由很多地底人共同發出來 那個石門外面大概在進行什麼儀式 而這樣的古老儀式 跟那些陳年的血跡有沒有關係呢 整整地分辨著細微的動靜 已經可以確定了 石門外面是沒有守衛的 唯一的聲音就是來自於那些人唱聲 想到這次 我決定冒險一試 將身上的長衫撕了兩片下來 簡簡地纏繞在自己的手掌上面 跟著著就再次嘗試推動那個石門 撕下來的布片前在手上 是為了免得手會滑倒的 我看到那個石門稍為向外面移動了一些位置 心裡面就剛剛叫好了 用盡全身的力氣 將石門就向外面不斷推過去 終於石門無聲地拔開了一條縫 我一個閃身在那條縫隙之中就捐出去了 與此同時 傳入我耳朵裡面的就是那些巨大的吟唱聲 似乎整個世界裡面 除了這些非常齊整的吟唱聲以外 再都容不下其他的東西 光線在這一刻 突然間就朝曬過來了 外面一點都不冷 似乎還很暖 我下意識地把眼罩瞎一瞎 再抹開的時候 就看到眼前有無數亮起的火光 這一些火光圍成了一座齊整的圈 在掩影的火光裡面 逼滿了無數的人頭 我身處的這個位 剛剛好是這一圈火光的正上方 這一樹是高高聳立的幾間石室 把這些火光圍在正中間 每一間石室大概都有十幾米 這些圍繞著火圈的石室有十八間 一間連著一間 密密實實地圍了一個圈 這樣看來 火圈裡面中間發生的一切事物 都可以在更外圍的這一圈石室的遮擋下 超然地進行 那這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群地底人又在進行一種什麼事的儀式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四集 順為講到 我在石板上解脫了繩索 走出來 看見外面 居然有整班地底人 圍一圈舉行著一種什麼儀式 此時此刻 我這個突厚的身影 出現在石室之外的平台上面 一定是很顯眼的 於是我在第一時間 就蹲下了身影 趴在地面上面 正是瞄開對眼 抽到那個平台外面 令到自己 刻刻可以看到 身下面這一圈火光當中 發生著的每一個細節 透過熊熊燃燒的火苗 我見到了不可思議的一幕情景 魂距在火光的中心位置 竟然是我們曾經打過幾次交道的熟識面孔 那隻噴火巨蟲 這一隻巨蟲 這個時候整整地趴在那裡 隨著均勻的呼吸 一起一伏 除此之外 居然就顯得很乖巧安靜 在他的口臂當中 噴出了兩道又窄又長的白氣 而圍繞著他旁大身軀的是 百多個藍甲武士 現在分成了兩個陣營似的站著 利日伴的武士 全部射去了平日的海甲裝板 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已經見過的文官裝束 他們都不用旁人去帶領了 現在整齊滑一般發出了深沉的吟唱聲 那種聲我雖然完全聽不明白 但亦都猜到應該是這個地底世界 通用的皺紋一類的東西 每名武士的面上都揚映著神聖的光彩 似乎他們面前的不是什麼巨手 而是他們的祖先他們的神明 整個火光圍城的圈 就是只有一個有規則的缺口 過一樹出現了神秘的興沙大象 只不過之前曾經低垂下來的沙簾 這個時候完全向上面捲了起來 露出了裡面的廬山真面目 當我把視線向著大象內部看了過去的時候 忽然呼吸都倒閉了 連胸口都開始緊張地啪啪聲地跳 那個神秘無比的地下統治者 這個神秘種族的女王 竟然就坐在那裡了 但怎樣形容這位女王呢 她的形象竟然跟絕大多數的地底人完全不同 雖然也是藍色的皮膚 但就穿起了金黃色的華麗服裝 唯一露出袖口的那半個手瓜 顯得收長而又有光澤 好富有彈性 根本就沒有其他武士那種 盤根挫折的肌肉 而那些本來應該很佔利的手指指甲 就修展成很優美的回應 就算是人類少女的手 亦都不會有給你一個這樣的手指 更加收長完美幾多了 女王的頭頂 帶著一頂光芒摧綻的鳳冠 上面傷陷的東西我就不確定是甚麼 但就一一心揮這樣 即使不是夜明珠 亦都是寶石這一類的 單單是這一劍鳳冠 如果拿到地面上面 恐怕就已經是無價之寶 鳳冠的前面 齊齊地脫下了一串串的司徒 將女王的額角遮住了二分之一 而且還把她的眼都遮住在裡面 暴露在外面的兩山 那些地底人特有的素道 在她面上就幾乎看不出來 加上她清瘦千世的面孔 和直不甩的鼻戈 還有她鄰角分明的嘴唇 似乎還令我有一番妖妖的美麗 不知道為甚麼 當我看到女王那一張 似乎刻意逃成了鮮紅色的嘴唇之後 我的心就狂跳得更加劇烈 吻心自問 為甚麼這個地底人當中 竟然也有生得那麼飆青的女仔 和這一身金妝鳳冠相得益章的女王 不勞自威 疑太萬千 這一刻 整整地看著這個火光圈裡面發生的一切 一副運籌為握的款 那個隱藏在斯兔遮擋下的雙目 或者另外有神奇的力量 似乎單單憑著這個若有若無的目光 就將牆裡面所有武士那些勞不可破的精神 全部掌控著 我用力吞了吞淡口水 抹一抹對眼 將木光在那個女王身上移開去 在視線離開的那一剎那 我忽然間就嘔了一下 原先女王身上那件金色的長袍 就已經很殘眼奪目 但在胸口上面 那一書的金光就顯得更加強烈 在這個角度上看過去 女王胸口裡面 應該還穿著一件金甲那樣才對 在這個火光染影之下 那種金色的光芒 我似乎也都似曾相識 沒錯了 當時紫色月光前面 在個大將裡面掠過的 就是這一抹金黃色 原來這個金甲是女王貼身之物 在不同的場合她都會佩戴上身 一時之間 女王將頭微微地向左邊偏離了一下 輕輕地摸了摸頭 周圍的武士淫槍聲 就馬上變得急速起身 本來就怪異到什麼淫槍 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就提了起速來 竟然有一種千鈞萬馬 奔騰的壯烈感覺 就在這種千鈞萬馬的沸騰犀 達到她的景點的時候 所有的淫槍聲就暗言而止 隨著回音不斷消散而行 百名武士就走前幾步 分別來到那個噴火怪獸的頭顱兩側 下一瞬間 他們兩兩一組地踏起了人梯 用極奇怪異的姿勢 把八隻手瓜 全部踏在一個巨獸的肩膀位 我眼前面突然間一發 只見巨獸整個杯子 就好像水波一樣 蕩漾開來 隨著這個水波的蕩漾 百名武士慢慢地把手瓜收回 這時候我才看清楚 有一張跟這個巨獸杯子 顏色極其相似的深色醜布 在巨獸的肩膀壁滲下 在巨獸的肩膀壁滲下 在巨獸的肩膀上 在巨獸的肩膀壁滲下 在巨獸的肩膀壁滲下 在巨獸的肩膀壁滲下